上個禮拜我們檢查了Model 3 那今天我們來檢查全新鋼膠車的Model Y Performance Hi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胡樂板 在我身後呢是一台全新鋼膠車的那個年底的 2022年的應該算是Model Y Performance 那這一台車呢基本上也是該有都有的頂配啦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也有這個這位車主呢 也有選擇不同顏色的這個車子 那我們今天呢就跟我們上個影片一樣 我們上個影片不是檢查Model 3的膠車狀況呢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現階段在美國 Model Y的膠車品質是怎麼樣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好啦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台Model Y 這一台Model Y呢是Performance版本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光是從它的那個鋼圈 你就可以看到以及那個煞車卡前就明顯可以知道 這是一台Model Y Performance 那我們先從整體外觀來看 整體外觀來講呢 你應該不會看到太多瑕疵 或者是組裝的問題 那我其實剛剛眼睛比較銳利已經看到一點了 那我如果站在這裡 想必大家應該都知道我要講的是什麼 就是上頭的前置車廂蓋喔 那前置車廂蓋大家可以看到呢 以空隙這邊是我們主要注意的東西呢 這個的空隙在左邊的跟右邊的 其實有一點點差異但是不是那麼大 這個呢就是一點點組裝公差 但是說真的這已經比我之前看過的好很多了 那記不記得我幾年前有開箱過一個 剛交車Model Y是引擎蓋這裡是彎的 那這一台呢明顯就沒有這個問題嘛 大家可以看對不對 兩邊都非常好喔 那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部分喔 包括就是前面的這個我們那個保險桿的組裝 一樣基本上也是看 主要是看這一條弧線 欸看起來兩邊都還蠻OK的齁 你也不會感覺到好像有歪邊的情況喔 那我們再來呢 來看看大頭登著旁邊這裡的這一條弧線 欸也是很好喔 那唯一你可能有感覺到一點這裡好像有一點點 凹凸不平 但基本上這也是非常非常微小的狀況啦 欸也是非常好 那在Model Y上頭呢我們還有一個特別要注意的地方是 就是這一塊輪骨的這個塑膠喔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裡這個縫呢 可能會有一些 突出來的狀況 但基本上這一台車已經是非常好的 這真的純粹就只是 一點點些微的問題喔 根本你如果不仔細去看的話 你是完全看不出來的 整體上來說我們已經看到 前置車廂以及前面保險桿的狀況 看起來其實是非常好 so far so good喔對不對 我們另外一邊也看一下 你看這裡的話 跟另外一邊這裡就沒有凸出來 凹凸就沒那麼多 也是一點點而已 因為同樣的呢 旁邊這裡也是喔 也是一點點 所以基本上這一台的品質呢 算是非常非常好的喔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輪框 輪框呢有沒有撞到啊 沒有 所以這個輪框OK 再來看看下一個 這個輪框看也是OK的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兩個輪框喔 這個輪框很好都沒有問題 以及最後這個輪框也很好 好那我們再下來就來看門的部分了 門的部分呢 就像我上次有講到 我們會注意的地方 比方說這裡以及這邊 有沒有凸出來 還有就是整體的門的組裝喔 那這邊呢 要看門真的門的組裝 主要是看這一條線這裡 像你如果從上往下看 你可以看到 有些微一點點的差異 但真的是非常非常小喔 所以呢這一台車基本上是OK 那有一些地方 因為它現在換了新的是雙層玻璃關 所以這裡會有一點 前面兩個門的玻璃會有一點凸出來 其實這也是很OK的 好 So far so good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邊後面那個門喔 這個基本上也是沒有什麼問題喔 非常非常圓滑 看到沒 很好 那我們最後再來看下面這一塊 基本上也都是非常好喔 這裡也是非常平整喔 沒有一高一低也沒有凹凸的問題喔 所以在這一面呢 就是 車子的passenger side呢 就是 副駕著這一邊的這兩個門 基本上看起來都非常好 沒有問題喔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駕駛那邊的那兩片門呢 還有駕駛兩片門也是同樣喔 在這裡看 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喔 這一塊也是很好的喔 駕駛這一塊喔 那我們再來看看兩個門中間 也非常好 就是也有些微一點點 但這個是非常微小的問題啦 好 往下延伸 我們繼續看 這邊 這裡的話 你可能就會感覺到 前面的門好像 矮一點點 後面一樣 這也是非常微微 其實這個呢 這就看你個人 我覺得這個是可接受的狀況喔 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怎麼樣呢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後門這一塊 後門這一塊 一樣喔 也是主要是看這個弧度這裡 基本上也是很好 大小大小 裝出來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真的覺得 這台車跟我之前幾年前 接受到那台 第一台Model Y 真的是差的非常多喔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後面的這個 後車廂蓋的這一塊 後車廂蓋主要是我們來看 這邊這樣兩條的線 左邊右邊喔 以及中間的這個 孔 這個孔 嗯 嚴格上來說是很好啦 你從旁邊看 會你看不出 大小 因為這個本來也是 車 後車廂蓋本來也是要開的嘛 所以這裡有縫是正常的 好 圓弧線OK 整個OK 旁邊這邊組裝呢 也很好 沒有突出來 這條線呢 也很好喔 兩個車燈的部分 好我們來看看另外一邊 同樣的呢 基本上弧線也是很好的 這邊的縫隙呢 也是OK 這裡 基本上有一點點 這邊的話 你會感覺到 這個上面這一塊 好像往這個方向 突出來一點點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我們看這裡喔 對不對 好像沒有說特別平 那往另外一邊看呢 可以看到明顯的 這個門 對 這個 一點點些微的是 後車廂蓋是往這個方向偏的 所以你看 從這裡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一塊是突出來了 這邊凹過去 那在另外一邊呢 你去看到 這個是凹進去的 上頭是突出來的 大家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看到 但 again 這已經非常非常些微的差異了 整體組裝來看 其實都蠻好的喔 那我們來看這裡 這邊這一塊的話 你會知道門左右有點偏差 主要是看 這裡的弧度 以及它的高低 像比方這裡的凹 這裡的凹 就是有一點點啦 就是這邊的空格 好像小一點 大一點點 這裡反而比較小 所以它的門喔 其實搞不好是 往這邊偏 然後呢 凹一點點的 其實整體上這個問題都不大 而且因為它是電動尾翼 另外一些 而不是電動尾翼 就是電動門的關係 所以呢 還是可以去調整的 我們再來把 後車廂打開 整體上要看的是 主要是看這一塊 這一塊呢 基本上沒有問題 另外一塊也沒有問題 好 整體我覺得 這部車的外觀 我大概可以給到 8到9分喔 其實是非常非常好的 再來我們來看看內裝吧 在檢查內裝之前 我們要來檢查尾翼 如果有看我影片的朋友們 應該就知道我Model 3的這個 碳纖維尾翼 其實特斯拉永遠都裝不好 那反觀在這一台Model Y上的 它其實裝得滿好的耶 非常符合 我覺得他們應該有重新打磨 你看在這裡也是喔 真的是非常好 左右對稱 而且也沒有翹起來的問題 這一塊尾翼真的是分數滿高的 這個不錯 想必在Model Y上 他們把尾翼的問題解決了 不知道新的Model 3 Performance的尾翼 還有沒有同樣的問題 有那個最近交車Model 3 Performance 朋友們可以搞不好可以跟我看看 他們的尾翼的狀況喔 好啦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車子的內裝吧 我們再來看看車子的內裝喔 首先大家可能會有注意到是說 因為是Model Y Performance 它其實是有跟腳踏墊的喔 那我們之前那台Model 3的基本款就沒有 所以大家在買車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好 因為這台車是白色內裝 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到是說 它的皮椅有沒有 比方說髒跟瑕疵的問題喔 那首先我這邊就已經看到了 還蠻明顯的 比方說你看這裡頭墊有點髒 這邊也有一點點髒 但整體上這個你基本上用擦的都可以擦掉 所以問題不大啦 那我們主要要找的就是可能比方說 皮椅有一些壓的那個紋路的問題 但整體看後座的情況好像都蠻好的 我並沒有看到一些特別奇怪的那個壓的紋路 紋路比方說你看像這裡這個喔 這裡這一條就是有一點點被壓到的紋路 但這個問題不大 你看為什麼這樣說你看這個椅子上呢 就有多一條紋路嗎 但是在這裡的話同一個地方就沒有 所以這個是要注意的地方 但這是小問題啦 因為你真的要弄的話 你這個是可以去修的 但是在白色皮椅上就特別明顯 黑色皮椅呢你相對來說就沒有那麼明顯 好後面的皮椅OK 那我們來看看前面的皮椅吧 前面的皮椅附駕 整體上看起來都蠻好的 我沒有看到一些壓到的紋路喔 而且也沒有像後面的椅子比較髒一點 好那我們再來看駕駛座的椅子 駕駛座的椅子 嗯OKOKOK 也是很好喔 就一點點些微的髒以外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所以不錯喔 這次交車品質so far都蠻好的 那我們再來看看門吧 門上頭呢要注意的 比方說這個喇叭的這個殼喔 這個要注意這個基本上是OK的 旁邊呢比方說這個擺設部分有沒有髒啊 以及按鈕這些東西有沒有都可以使用 從這邊看呢這個門呢 是蠻好的喔 那我們來看看後頭這個門 後頭這個門呢 基本上我也沒有看到什麼樣的問題 欸都蠻OK的 好那我們再來看看另外兩個門喔 另外兩個門呢 這裡也沒有什麼大問題可言 好那再來我們來看看前面的這個門 前面的門呢一樣喔 嘿白色也蠻乾淨的一點點髒 上頭這個也是有固定 好 好整體上都蠻好的 那我們來看看其他的部分喔 裡頭的那種 這個前面可以打開OK 有沒有刮痕呢都沒有 後面打開呢 也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問題喔 最後我們再來看看方向盤 方向盤的部分 也沒有什麼問題 主要是要看這個方向盤的皮 上頭有沒有刮到喔 在這邊看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so far so good喔 目前這台車子的分數蠻高的 好啦那再來另外內裝要注意的部分就是 這些灰色的內裝有沒有髒 以及這種喇叭旁邊的這種圈圈旁邊的車縫線喔 這個看起來基本上也是沒有什麼問題 同樣另外一邊呢 我們也看看也沒有什麼問題 髒也沒有什麼髒 所以呢就等一下 這唯一一點塑膠 這個但這個拔掉就好 這是車子的保護塑膠 它就是膠車前它沒有弄乾淨啊 基本上問題不大 後面呢我們來檢查一下喔 主要是要檢查那兩個勾子 勾子OK 這邊呢勾子也OK 燈呢可以沒問題喔 整體上來說這台車的品質其實非常非常好喔 目前呢給過 那我們最後來 檢查一下車子的裡頭的這個密閉以及風聲吧 OK一樣喔冷氣記得要關掉 我們現在就大概上路一下喔 給大家聽聽看 這車子的隔音 嗯 目前都不錯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沒有聽到 真正這邊旁邊的這個 都沒有漏風的聲音喔 好那我們再來 那個是後頭的東西在滾啊 所以一個塑膠帶在後面 好我們加速一下下 在開Model Y 尤其是Model Y Performance 大家會注意到說 車子其實是比較陡一點 為什麼 主要是因為它的避震器比較硬喔 所以這一點呢 大家不用太擔心啦 因為Performance車子 本來避震器也就會比較低比較硬 所以這個是很正常的 那我們加快一點速度呢 有沒有風聲 嗯沒有 欸不錯喔 這一台車子的品質真的是蠻好的喔 那大家也可以注意到說 在Model 3跟Model Y的主要差別 其實就是車子裡頭的那個 寬長度以及高度喔 在Model Y上面 明顯你就做的比較高 好加速一下 欸也是很OK的 沒有什麼聲音 急殺呢 也OK 整體上來說 我覺得這一台車子 欸狀況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喔 呃 甚至我一度覺得 比之前我們那台Model 3 RWD的那個品質都還好喔 所以最近如果有要買Model Y的朋友們 可以真的非常考慮看看 那當然啦 不是這台車這樣的狀況那麼好 不代表下一台Model Y的狀況也是同樣的喔 所以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喔 以上就是這次 這一次的這個影片喔 很快的在這邊給大家 檢查了一下最新的Model Y的交車狀況 我個人覺得現在真的是好很多 跟之前的比起來真的是差太多了 如果有興趣看之前的那個 我第一次看那接觸到Model Y的那個交車 慘況的話可以到之前的影片去看 那個真的是慘不忍睹喔 但是呢這樣子相隔差不多兩年了吧有沒有 快三年兩年囉 哇真的是車子的那個品質 真的是進步非常非常好喔 而且如果對那個特斯拉的組裝品質 一直有懷疑的朋友們我真的 呃 那個 那建議你們親自去體驗去看看說 目前現階段的交車狀況喔 那你在我面前大家也看到了嘛 真的是蠻好的 呃不知道大家是怎麼想喔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一一幫大家回答 如果還想看什麼樣其他影片的話 也在下頭留言告訴我喔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按下小鈴鐺 以及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喔 那我是胡老闆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阿 啊 休旅車終究還是休旅車啊 那個我個人還是喜歡開Model 3啦 這個 因為再怎麼樣 車子低一點 重心比較穩 好啦 但是休旅車就是休旅車嘛 你要的差異就是 它比較高 然後東西裝得多啦 差別就在這裡啦 那是我們上台人在這裡